参考消息网10月6日报道 西班牙消息报网站9月23日发表了题为中国引进西班牙技术 在东北地区生产碳纤维航空材料的报道 中国给予了西班牙技术充分的信任 利用源自西班牙的先进航空制造技术 中国在哈尔滨的工厂中向复杂的机械设备与细致的手工加工相结合 为空中客车A350XWB和A320飞机生产碳纤维零部件 在中国东北部靠近与俄罗斯边境的地方 空客公司设立了一个与西班牙伊列斯卡斯的空客工厂类似的零部件制造厂 这个工厂几乎就是伊列斯卡斯工厂的复制品 为了达到同样的效率和质量标准 从产品设计、生产、流程到质量控制 每一个环节都有西班牙技术的参与 在空客飞机机负整流罩、方向舵、升降舵等重要部件的生产工作中 来自西班牙企业的机械设备和技术人员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哈尔滨哈菲空客复合材料制造中心工作的工程师安东尼奥佩利乔塔说 在技术要求和竞争强度如此之高的航空制造业领域高水平的西班牙技术占有着重要地位 佩利乔塔举例介绍说 目前在空客飞机碳纤维零部件的生产流程中 西班牙M-Taurus集团生产的机床是必不可少的自动化生产设备MTR Ease集团在复合材料加工设备的生产技术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碳纤维零部件的生产中还要用到西班牙Zager公司生产的机械设备 赋予零部件持久的稳定性和精确的定型 另外西班牙Delta Vico公司生产的设备也是这个面希达三 38万平米于2011年投产的工厂的重要角色 空客公司在这个工厂拥有29%的股份 其余股份属于中国企业 虽然工厂的大部分生产流程都有自动化系统完成 但在一个被工程师系称为手术式的车间里 生产工作则是纯手工的 在这里技术人员用手工制造机肤整流罩面板 每一块组件都要耗费8个小时的细致手工加工 就像打造一件件手工艺品 哈尔滨工厂的技术团队由20多名西班牙工程师领衔 整个团队的技术人员约有700人 这些西班牙工程师们将一列斯卡斯空客工厂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带到了哈尔滨工厂 佩利乔塔说现在的西班牙工程师人数比以前减少了一半 因为越来越多的中方技术人员已经获得了西班牙的经验 哈尔滨工厂生产的零部线主要供应给两大客户 西班牙的 阿拉斯迪斯公司和阿尔纳弗公司这两家公司也是空客的供货商 哈尔滨工厂产品的终点站是法国图鲁兹的A350XWB飞机组装线 以及中国天津的A320飞机组装线 哈尔滨工厂是中国在国际航空制造业地位不断提升的又一重要例证 航空业界预计中国很快将成为全球航空旅客运输量的领先国家编译填册 资料图片空客A350工厂图片来源于网络